最近政府提出的立法會提報機制 其實的確是褫奪了香港人的一個選舉權 因為我們如果看到 不論是大律師公會或者是律師公會 他們提出都是對於整件事件的法律的合理性 和合不合法 包括會不會侵犯了這個人權法或者基本法 都是有很強烈的反對意見 而政府只可以提出的就是說 其實基本法裏面都沒有說明 你一定有得做補選的 但是很明顯大律師公會講得很對的 很清楚的 這個是香港人多年以來擁有的權利 而你突然之間是要將這個權利取消的話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對香港人的權利 對我們香港人的人權的一個侵犯 但是政府竟然可以繼續這樣去講謊 就是說我們有一班沉默的大多數 因為他們已經很反對這個五區公投 投票率很低的這樣 這樣就可以取消了它 其實還有很多選舉 很多東西都投票率很低的 政府將來就會一一取消的 以後香港就什麼的選舉都不用做的了 總之這件事我們看到 政府只不過是再一次去看到 它可以在不用諮詢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知道已經擁有 足夠的建制派的支持 它就說我就可以自己去上馬去做這件事 就會夠票去逼它在立法會通過 什麼東西都不用管的了 我們怎麼可以讓這樣一個政府 繼續橫行下去的呢 所以我想這次我們做普通的市民 香港和平的市民 都不可以再不出聲 再繼續這樣被建制派 以及被我們的香港政府這樣欺負的了 畫面在第三陣營 製造Johnуб 有 岩 ح